昨天炸了一大盆子小酥肉好过瘾啊 今天我准备用它来做几个口味的小酥肉汤 今天早餐先做一个简单版的 这个蘑菇非常非常嫩 我刚才把它切成了薄片 切得很薄 过会进锅里煮一煮 然后还有这种小的罗马番茄 切了两个进去切碎了 然后今天做个简单的早餐嘛 这还有一个金麦郎的酸菜包 过会一起煮进去 我煮了一锅开水 把蘑菇、番茄、金麦郎的酸菜料包 还有小酥肉都进去煮了 其实这个味可能不太够 过会再放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 放一点盐也行 不过我不太喜欢吃咸的东西 简单煮一煮早餐就可以吃了 很简单 我还是来一点白胡椒吧 点一点白胡椒进去就不放盐了 看这就是我的早餐 番茄酸菜小酥肉汤 这上面的油花子全都是酥肉里面煮出来的 我自己并没有再放香油或者其他的油 小酥肉已经煮得很软了 这个其实也没有放多少调料 就放一点白胡椒 但是这个食材本身蘑菇的鲜香味啊 还有番茄的甜味啊 都煮进去了 当然还有酸菜一点点酸味 就是我的早饭了 今天晚上来做另外一款的小酥肉汤 这个做的比早上麻烦一点吧 这个是我倒到锅里的酥肉 这个是那个平菇 我已经切的碎碎的蘑菇碎 过会加水然后再加一些料 再来调个料汁 这是酱油 然后家里还有这个绍兴的料酒 过会再把这个绍兴料酒加进去 然后一起倒到锅里去煮 加点料酒的话提提香 其实有时候做青菜我也喜欢加点料酒 少许素菜汁 刚才酱油和料酒都加进去了 然后再加点冰糖提一下回味 昨天做的椒盐花椒和盐 这个倒一点进去 然后就开始开大火煮吧 我今天从去的旧还买了一包宝宝菠菜 这个菠菜叶其实看着满满一大包 很称地方特别少才170克 下锅里一煮就没东西了 放一点进去煮 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了 小酥肉菠菜蘑菇汤 蘑菇被我切的非常非常的细碎 菠菜的话这个宝宝菠菜非常嫩 只要过一下热水 它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煮 大煮就把它煮烂了 好香啊 其实也可以点点香油 不过不想那么油了 之前的小酥肉还剩下一点 然后现在再来做个简单的汤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番茄的 所以就放了一点点水 然后用番茄汁来炒 没有油 用油炒一下 番茄会更香 不过不想放那么多油 就用水来炒吧 水 番茄 小酥肉 过会看看我是要放鸡蛋呢 还是放菠菜呢 做一个简单的汤 这个是我从缺德旧买的面饼 我取了一张 然后给它切成小片 过会儿给放到小酥肉汤里面给灰一下 小酥肉汤要煮好了 里面的油全都是酥肉煮出来的 我没有放油 点缀了一点菠菜 有点像红嘴绿鹰格 再把饼进去灰一下 做成一个小灰饼 早餐就可以这样美美的吃一顿了 好 好 好